來到最後一集,不如談談近年的新盤設計 不如談談開放式單位設計 也好,因為近年單位越來越小 特別開放式單位,一打開門就看完整間屋 其實這一類單位可以怎樣做呢? 開放式單位設計的重點是整體性 我們要將整間屋當成一個空間去想 那怎樣才能令單位的風格爆出來呢? 一般開放式單位的尺寸都比較小 所以我們要避免一些複雜的線條 我們可以選擇一種物料或顏色來用整體空間 例如特色長子,一來容易處理 二來亦有很多選擇 那其實還有甚麼要注意呢? 其實還有一個重點就是燈光 我們可以在適當的位置,加一些射燈又或者迫燈 整個設計才可以突出出來 聽完你講,其實我學了很多東西 我以後裝修真的不用找設計師了 那當然不是,因為針對不同的單位 不同的客人,我們還有很多細節要考慮 那設計師的經驗絕對幫不到你 如果你對自己的家裝修是有要求的話 你也是找回設計師的 嗯,好多謝阿楓你的記者就跟我們分享 那如果各位觀眾對於設計上有甚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給我們 謝謝大家